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啊,我们欢迎你参加今晚的识经讨论会 我们现在是在讲怎样建立人的灵命 而我们去到第五个大点,就是帮助人明白神对我们的大爱和大恩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帮助人的灵命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你记得看圣经的祈祷,你记得遵从神 这样的时候就只是律法的吩咐,不代表他会真的去做的 因为人的本性就这样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比如一个例子,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不过这个事实来的 那时候我曾经在香港,我都没离开香港的时候 教会就请了一个西教士,这个西教士来到香港 他来到香港,他就在我们的教会那里做英文的主学 那我就参加了,那参加的时候呢,有一堂牧师就说一件事 他说,现在呢,有一套电影叫Exorcist,驱魔人 他说,你们不要去看 那当他叫我们不要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他怕着我们不受得住 或者受影响啊,我不知道他没有想会不会邪灵攻击啊 我不知道他没有想这件事 那当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我自己听到我就 基督徒应该认识驱魔这件事是什么来的 那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避免不看呢 那我自己就,因为他叫我们不看,反而我走去看 那我,现在我知道,根本驱魔人那套电影所说的 根本是,是,真是,真是,真是不是驱魔 就是为什么呢,那个天主教神会说,他赶邪灵的时候呢 他自己最后,他赶不走,他就叫邪灵扑在我身上 这样呢,就离开那个女孩,其实这个不行得通的 如果说邪灵这么做呢,那些邪灵走去那个人的身上 也都会留在原来的人身上,是没有作用的 那,不过这套电影只是一套电影而已 那其实很奇怪的,说这些电影呢 是没有一套会用基督教牧师去说邪灵的 其实基督教牧师是很多有说邪灵的这件事 但是他们不会找这些的,他们觉得呢,找天主教呢 就会,就是好像,那些人会看多一点啊 或者是基督教那些说得很绝对性啊 就是我们可以赶走邪灵啊 那就是有些呢,就是有兴趣去,就是找那些道士去赶 有些人就会喜欢去看啦 那我看到那时候,我觉得根本就应该不是这样的 赶邪灵也是这样的 虽然那时候我从未经验过赶邪灵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赶邪灵的方法 就是他赶也赶不走 那但是这个我想表达是什么呢 有时候有些人叫我们做一些事情不好做的时候呢 人往往是会去做的 就是你不要犯规啦 那些人就会试下犯规的 这个就是人的那个本性 就是父母叫他不要做什么 他可能会试下做什么 那,好了,那如果我们真的想人不要做 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推动人呢 那这个就是,就是从圣经的角度 怎样去推动人呢 那有两点呢,就是我时时都会用的 来到鼓励我自己和别人 那在我那时候 在我看传统教会的教导之下 和我现在的动力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那时候呢,那个教导是没有说到 如果是犯罪的后果 是没有说到这样的 就只是叫我们不要犯罪 但是呢,那个后果会怎么样呢 是没有很清楚地说 还有遵从神之后得到的福气 也都没有清楚地说 这两点就是圣经很清楚地说的 就是遵从神的时候 神喜悦的时候呢 这个人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他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意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 想到的东西 当他先求神的角度和他意 这一切就会加给他 有很多教会是不会说这些 神应成的祝福 有些可能怕着那些人呢 是为了追求祝福 所以去遵从 其实如果圣经用得的 神用得的 我们是不需要害怕的 圣经说了 但我们就不要去到极端 去到这个封圣神堂 就好像靠遵从神来到去 就是好像为了得到福气 所以遵从神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动机来的 但是的而且 神是告诉我 我们整个生命 可以得的更丰盛 这个生命更加丰盛 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听完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会丰盛 而同时呢 另一样东西的破坏性呢 就是当人听神的话的时候呢 是必然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这个经文呢 是我自己呢 已经就是 在很久之前 我 就是没有留心看到这个经文 那直到我 就是其实是近年呢 我才看到这个经文呢 我就很 知道 继续犯罪是会有破坏性的 我也都看到呢 当人继续犯罪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 所有事情都会 就会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 那这些是我以前 没有学到的教导 是真的 提都没有提过的 那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讲一些 一个事实 那时候我在 美国宣徒会的圣经大学 就 后来 后来去到美国宣徒会圣经大学 读书 那时候呢 就 校长 有一次在周会的时候 在台上说 他说呢 见到有一对男女 就是在拍拖的呢 就在那个 学校的入口 那个大堂那里 那里 那个男孩 就把手 就放在那女孩的屁股那里 就是 手搭在那里 那他就说了 你们不要这样做 但是呢 他没有说到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或者是有什么原因 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他是没有说到的 就是说 你不要这样做 那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呢 根本是 不会很理会 就是不会觉得很认真 觉得 他太过古老 这些 那个人这样做 其实他未必 就是有些人会这样想 他不是真的有什么 不良的动机 他只是呢 他们觉得这些 没有所谓的 这样 西人对于 心理接触 那个感觉 和中国人是很不同的 那 但是 如果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我们 这个是一个 张犬神的荣耀神 是会很欢喜的 如果我们遵从神 而我们不遵从神 是必定有破坏性的 如果我们在男女关系上 不小心 是会有破坏性的 就是我在 圣经大学 我都没有听过 这些的信息 所以很多人呢 就会 继续犯罪 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而我这个要点呢 就是说到 是神的恩典 他的爱 和恩典 推动我们 去遵从神 去跟从神的路 那就是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让我们知道 神那种 大恩大爱 他那种 怜悯我们 祝福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 有奇妙计划 这个教导 我也以前 没有听过 就是 在神学 那时候我读神学 是有其中 神学书里面 有讲到的 但是我听讲到 是很少 就是我真的没有记得 有听过讲到 神在你生命 有奇妙计划 你可以进入这个计划 是很少讲到 就是 神给我们 我们的很大的恩典 可能他 有讲 不过不明显 不明显 所以 整体上 我觉得很多的教导 就是说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而 我从圣经去找 就发觉很重要 就是 从恩典 从恩典去推动人 从神的爱去推动人 因为神很体重我们 我们很尊贵 很宝贵 那种尊贵的程度 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我们都用各样的智慧 去加增 那种推动力 就是说 我们那种尊贵的程度 那么 就 我们会见到天上的人 那种荣耀 就是比如天使 圣经讲到天使 我们将来会有 基督徒所行的义 作为我们的 光明结白的世玛依 那些都是讲到神 那种将来给我们的荣耀 那 那我又从一个 人实际的经历 就是王全道 如果大家看药牧师 网上YouTube 你会见到 有一个 播放清单 就是王全道 王全道 上到天堂 他见到他将来 荣耀的他 他见到将来的他 几荣耀 他还有一次 又见到我 他说他在天堂 他见到我 是一个将军 那样 那也都有一个 我说这些 我不是夸耀 我只是说他们说的 关子梅 在香港的关子梅 那他上到天堂 也都见到 神给我的 赏赐记录冊 就是 我听到我的心 是很感激 还有我就是觉得 自己不配 就是神的恩典 我很多谢 那就是 就是那个生命 赏赐记录冊 就是记录我们的赏赐 那么 那个关子梅 就跟我说 大家网上可以找到的 关子梅 你会找到 这个影片 他就说到 就是见到 一本厚的书 是包金 和上面写着 我的爱子 又写我的名字 那我听到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我很多谢神 那这些都是一些额外的神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经历 去加强 其实圣经都有说的 将来我们是有荣耀身体 好像基督的荣耀身体相似 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 就会充满荣耀 和我们的义 我们有基督的义托 也都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我们身上 就会充满荣光的 所以我们呢 去到天上 我们真的可以说 哇 原来这么好的 我们所有的好行为 将来都在天上彰显出来的 那我们就会有更强的动力 我不想我的生命里面是有破口 有污蔑 我想我的生命是整体 都是真的由今天开始 是全然跟从神的 是神所喜悦的 而当我 如果我犯罪 继续犯罪 是会破坏 做不到神想我做的事 那这个呢 是很大的亏损 魔鬼会来偷窃 杀而为 甚至可以破坏我们整个生命的 那这个呢 就会被人动力 那我希望大家都深深 记实这两点就是说 我的动力那四点就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 神充满爱 和大能 第二就是 祂很体重我们 很关心我们 很提升我们 第三呢 就是当我们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神一定好喜悦 和大大的私恩祝福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不听从神 不遵从神 不侍奉神 所以说 犯罪的时候呢 必定有大的破坏性 那这四点是足够给我们的动力 就提醒我们了 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 是很大的祝福 当我们不听神话的时候呢 是可以很大的破坏 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都心里面呢 心心忌神 就是我们听神话 所带来的祝福 不听神话 带来的破坏性 我们就说 神啊我愿意听完祢话 完全跟从祢 不要失去神在我生命中 旗悦的计划 让我完全行在神的旗悦计划之中 这个就是 就是我自己有很大的动力 怎样去全心全意 好让任何的罪影响我 和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很不同 因为在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是会觉得我犯了罪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成为赦免 这件事是真的 不过一定有罪的破坏性 但这件事我以前是没有听过的 那我现在知道罪有破坏性 那所以我就心里面呢 是很小心很留意 那我都希望大家 我现在我是讲到 今天刚刚所讲的 就讲到 用恩典推导人的分别 那也都有律法 就是说 警告如果犯罪的时候 必有破坏性 这个是律法 但我们应该是恩典为主的 就是不是每天就说 哎呀如果我不做呢 有什么鬼来偷窃杀害毁 不是以律法为主 而是以恩典为主 神真是很看重我们的 是很祝福我们的 是永远想赏我们 想祝福我们 我们听神话 必然整个生命蒙福的 那如果基督徒是这种心态呢 就会很 就是对自己 会有强烈的 我所讲是有自信心 在神里面有强烈的自信心 我深信我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那我希望这里每一个听的人 都会是 是这种的心态活着 时时都说我听了神话 那所以当我们照顾人的灵命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这一点 其实这个第五点 帮助人明白 神对我们的大爱大恩 其实我是没有讲 其实正经上有很多点 我只是抽取一部分 因为如果我什么都说了 就很长了 我只是抽出有几点出来 而我今次讲到 就是神救赎我们的大恩 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 为二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指向我们显命了 这个经文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 去发掘神的本性 神的属性 和祂的恩典 和叫我们深深的感激神 这种的大爱 这里讲到 为二人死 正义的人死 正义的 一个正义的人 就是他是一个遵从神的人 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其实这个中文字 人人 很多人都很懂得明白 他的意思 其实是为好人死 为好 一个好人 就是对人好的人 或者有敢做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有个很正义的人 人家觉得 就是对正义的人的感觉 未必那么强 但是为一个好人 就是他对人都很好 人的感觉会强些 那就是为一个好人 或者有人都肯为他死的 不过没有人肯为一个罪人而死 那我 用一些方法帮助大家思想 我们才去发掘神的属性 和恩典 就是好像 譬如如果 有一个犯罪很严重的人 他杀了很多个人 他是令到很多人的生命很痛苦 那如果这个人呢 就被人 就是某种原因 我们 看到这个人 这个假设的情况 那他在街上走 那然后呢 有个车撞到他那里 有没有人会走去撲物去救这个罪犯 就是这个人已经杀过很多人 甚至呢 他杀过我们的家人 有没有人肯去做呢 是没有人肯去做的 因为这个人 实在是太可恶了 就是没有人会为一个罪人而死的 尤其是一个很大的罪人 伤害了我们家人的人 那这里呢 就给我们对比了 就是说 为好人死或者人去行 不过如果为罪人死是好的 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那我们为了加强这一样东西 耶稣为罪人而死 我们可以去这样想法 就是呢 神是很不喜欢罪的 他很憎恨罪 当他见到人的罪 他和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们见到人犯罪 我们都会不喜欢 不过没有他那么强烈 因为他是很圣热的 他不能够顶得顺 所以他见到一个罪人的时候 按照律法 神的做法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扔到地獄 审判永远的懲罪 这是神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按照他的律法 但是神是很慈爱的 他很不想 所以他呢 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矛盾 他见到那些罪人 他又很爱他们 他很爱他们的灵魂 很想他们得救 于是呢 神就愿意做一件事 就是为那些罪人而死 这个就是神那种很大的爱 OK 好 那这里 我就想大家去 讲一下神的属性 大家可以 有谁想到的 可以开麦去讲 神的属性和恩典 属性的分别 和恩典的分别 是什么 属性是他的本性 本质 恩典就是他为我们而做的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想到 并且我希望大家在形容的时候 形容得 令到人呢 觉得 会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 但是你做不到这件事 都不要紧 你总之 找出神的属性 和他的恩典 那你说的时候 都说这个是属性 这个是恩典 属性就是他本质 恩典就是他为我们而做 所以恩典的说话 是有我们在那里的 就是譬如耶稣 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而死 这个就是恩典 圣灵感动我们 这个是恩典 好 有没有人想 去试试说一下 神的属性和恩典 在这个经文 我试试 神是爱 就是我觉得神是爱 还有神是天代人 就是他试我们 就是无论好或者不好 都是天父的乙女 是 因为我想起 如果 我的儿子 无论乖乖乖乖乖 我都会疼他 嗯嗯 那 他的恩典就是会 爱到 子爱到为我们而死 是 是 OK 好 非常好 这里你很清楚分清 他的属性 就是他的爱 而恩典就是他爱我们 甚至为我们而死 这个就是恩典 OK 好 那 那 为了 显出这件事 这个经文所说的 我们怎样能够将 神的属性和恩典 和这个经文更加挂钩 和这个经文更加挂钩 意思就是 更加显出 这个经文所说的 就是 他为罪人死 这件事 怎样可以 将他和这个经文挂钩呢 就是我们尽量说 属性和恩典的时候 都是和这个经文挂钩的 你想不想到 和他挂钩就是怎样呢 就是他的爱 可以去到那些 很可护的人 就是他的爱 可以去到那些 全世界都恨的人 包括希特拉 如果希特拉肯悔 去改 耶稣一样会射命他 包括中国的秦始皇 或者现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 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做着很不好的事情 也好 神依然在爱他 是我们很难明白的 有些人觉得 哇 神很不公平 按照他的公义 他是很憎恨这些罪恶 他很憎恨这些罪恶 他觉得这些人做的事 是很错很错的 但是 他的灵魂 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神对他 有很大的爱 这个神的本质 他爱到 就是爱那些 完全不可爱 和很可惡的人 他都是完全爱的 那 也都是神的一个本性 就是 他的 圣洁公义和慈爱 是分得很清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人很难做得到的 就是他 当他爱罪人的时候 他是分得很清 虽然这个罪人很大罪 他很可惡 就是 在律法来说 在神的圣洁公义来说 神是很憎恨这个人的 但是 以神的慈爱来说 神是一样是 极度爱他的 这件事是我们 很难明白的 因为人是很难这样做得到的 就是 爱一个很可惡的人 那么神呢 他的慈爱 和他的公义 是分得很清的 所以他能够爱 一些完全不可爱的人 而他的恩典 就会去到一些极之恐怖的人 神都会爱的 那么既然如果耶稣 连那么恐怖的人都会爱 那么那些悔改 悔改凝聚 跟从神的人 实际上会爱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那不是呢 我特别坏些 因为我 我想耶稣都犯了很多罪 但是依然神都是有赦免的大恩 那么其中我们可以从圣经找到的例子就是 好像大卫 他杀人和犯奸人 神都一样赦免他 那么所以 我们就算有犯过大的罪都好 神都一样赦免我们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死 我犯了大罪 神会不会赦免我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他肯为罪人死 所以也会为我们死 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去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比喻去说给人听 就是譬如说 譬如说 有一个罪犯在你面前 你会不会 为了救他 有车撞到他 你撞到他 去救他 是不会做得到的 那么 神是会这样做 那么 所以当我们无论有多大罪都好 神都会 祂都很想怜悯我们 祂的心呢 是 满了怜悯 祂心里面充满着对我们的关怀 是我们人无法能够明白 为什么祂有这么大的爱 OK 好 对于这个经文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 希望大家 都 时时都感激神 哇 神真是好 那么我们由这个经文 我们就 也都深信 可以告诉大家 既然耶稣都为罪人死 所以祂一定为我们而死 所以我们一定是 信靠耶稣 我们一定是得救神 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来到神面前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犯罪 我们今天讲的到这里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去感激耶稣的大爱 我们越明白神的恩典 我们就越感激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好过很多人 好过希特拉 好过秦始皇 好过很多人 但是当我们想到 其实我们 人是很懂得 找方法 遮盖自己的罪 虽然我们 的确 以社会的法律来说 我们有很多人 比我们差 很多很多的 但是 神的眼中来说 其实我们每日都有犯罪 我们每日都有多次的犯罪 所以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罪 就算我们信耶稣之后 也有很多的罪 那么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罪的可怕 知道耶稣的大恩 大爱 就时时深信 祂真是赦免我们 其中 玛丁路德有说一句话 非常好的 他说 我们是一个大罪人 但是很多人 在未曾犯一些罪之前 就是平时的基督徒 平日 就觉得我自己都挺好的 就是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好 就觉得人家不是那么好 那些基督徒 或者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自己都算挺好的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不敢想 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一犯了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 我们犯了罪之后 我们的心又觉得很污蔑 觉得自己很差 那麽就 玛丁路德说 第一就是深信我们自己是真是大罪人 而第二就是相信 就是耶稣是大罪人的大救主 就是就算我们很大罪都好 祂是一个最伟大的救主 能够遮蓋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就有信心 耶稣一定会识明我 当我真心祂可以认罪 但是不代表我随便去犯罪 因为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我们知道犯罪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就不会随便犯罪 我们就会尽量靠耶稣去 去胜过任何的罪恶 憎恨罪恶 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就不会故意犯罪了 那我们一起祈祷感激耶稣这个大恩大爱 多谢天父的大恩大爱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生命 都深信神赦罪的恩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天父有大恩大爱 你真的很爱我们 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主一求你用你的大爱和恩典推动我们 让我们活得全然的轻散喜乐 平安充满神的爱 让我们不只是律法去推动 而是恩典推动我们去遵从神 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 蒙爱的人 神看着我们是会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的神 是很开心的 非常非常开心的 他见到我们去亲近他 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满有信心 知道神一定喜悦亲近他的罪恶 主求你赏免我们一切的罪 叫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叫我们可以离开神 还有呢 就算我们求主赏免 罪都有继续的破坏性 可以破坏我们的生命 让魔鬼留地步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你的大恩大爱 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么多的罪 有很多真的我们觉得很丑怪的罪 觉得那些罪如果显露出来 真是很丑怪 求主耶稣真是赏免和遮盖这些罪 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有耶稣的义袍 不单止耶稣赏免我们的罪 耶稣将你的义袍 你所行的义都遮盖我们 让我们穿着耶稣的义袍 在神眼中就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辛苦佩戴装饰一样 你以拯救为依给我们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辛苦佩戴装饰 我们多谢你的大恩大爱 求主帮我们日日都感恩 感谢神 虽然我们这么多罪 你依然赦灭我们 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 我们都求主帮我们胜过罪恶 我们胜过罪恶的动力就是说 我们知道神很爱我们 神很体重我们 神有大能去祝福我们 还有我们是很宝贵的 而我们遵从神 亲近神 神一定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不遵从神 我们犯罪的时候 一定要有破坏性 求主帮我们发挖 我们犯罪的动力 有时是因为我们的孤单感 有时是因为我们的情绪 因为我们习惯在负面的情绪 或者用很多时候记住人家的不好的地方 以至我们生命里很多破口 以至我们容易犯罪 求耶稣射面我们,帮助我们憎恨罪 并且去找到这些罪的习惯的来源 可能是我们的孤单感,我们就从神得着安慰 并且从基督徒建立一个彼此关心 一个彼此建立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从基督徒互相相爱、互相相爱 能够同时得力,从神得力,互相相爱 让我们不活在孤单,让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在孤单 让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在孤单 也会为我们破除这些谎话 就是觉得人家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发脾气 我们不需要发脾气,会破坏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靠着耶稣作为处理我们的负面情绪 我们不需要被人影响,不需要计较人的不好 我们可以常常想着神的恩典,神真的有很多礼物准备送给我们,每天都有新的礼物,求主帮我们捉实这些礼物,捉实神的爱,天天都享受耶稣,天天都欢喜耶稣,多谢天父的大恩,给我们感激你,你为我们而死,耶稣为我们而死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都想到一个观念,神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当我们还作罪人,就是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在 千万年之前,神已经拣损我们,神已经爱我们,即是说,神是单恋我们,单恋我们就是,我们都未懂得爱神,神已经单恋我们,千万年,所以我们就感激耶稣,你真的一直永远都爱我们,既然你,我们未懂得爱你,你已经爱我们了,当我们还作罪人,你已经爱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你必然将你的爱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爱,我们深信,我们知道, 你真是既然我们还作罪人,都那么爱我们,你必然继续爱我们,所以我们呢,是可以放心,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做教徒,跟从你,多谢主,赞美主,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们 好,在这个时候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比如,关于某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有时你觉得罪,令到你觉得,哎呀,神都不是那么喜欢我啦,哎呀,我都是觉得,很难,深信神的爱啊,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不配啊, 有没有人有这些问题啊,可以说出来,或者关于今天的经文,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说出来啊,有的,很多不配的,我觉得,嗯哼,尤其是失败的时候,嗯哼,OK,嗯,我自己就很容易分心的,就是我自己做妈妈呢,我都很容易分心,被身边的人影响我的, 所以其实我那个情绪都很容易被,就是很容易翻动的时候呢,那有时神会给一些工作我的嘛,虽然我还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但是呢,他有时会给一些事情我去做的,那但是,我做不了了,我就会很埋怨自己,而且觉得自己很不配得到那个恩典啦,但是听完你今天说,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呢,我就可以放过自己,就是,虽然我不是完全的放过自己,但是我觉得自己很不配得到那个恩典啦,但是听完你今天说,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呢,我就可以放过自己,就是,虽然我不是完全的放过自己,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仍然是有个空间,去让自己找到,就是,目标就是找到为什么会这么情绪化咯,大概我的心就是这样想咯,我还很想实际医治我咯,是啊,喂喂,听到吗?在这里,听到吗?现在,OK,好,是的,好,好,首先你那里说完没?说完了,因为我刚刚我转了个麦子,所以有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剪掉你的话那里,OK, 是我对不起,好,谢谢你的分享,就是说,说完你的情况那里,就是因为你有时觉得自己的罪,令到你好难相信神的爱啦 那里面,那里面的孩子们有很多零力分心,是吧?你还有没有讲什么要点呢?因为我刚刚转了个麦子,不知道是否有些要点呢? 其实我自己就是很容易分心,其实我自己就很容易就专注不了,和就算读读了我也是不专注的 我不是一個很有能力去專注做一件事的人 所以我其實有這種軟弱的時候 我身邊的人我滿足不了 他們就會大吵大罵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也提醒了一件事就是 發脾氣有後果,發脾氣有後果 其實我當時連這些這麼簡單 我都要記住在心裡 變成我經常覺得 我連這麼少的神的命令 我都遵從不了 我真的不好了 我會這樣想的 好的 那我就遵樣回應 第一關於說 有時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好 你就好像難相信神的愛 其實這個已經在我分享的時候 已經回應了 我會這樣說 我們知識上明白 和我們真的活在神的愛 是需要我們天天提醒自己的 例如我自己來說 我說出這些情況 就是鼓勵大家 是有一個過程的 就是我都告訴大家 大家聽 就是有時我自己都會覺得 有些事逢做得不太如意 有些可以進步 或者有時有些困難 心裡都會有一些負面的感覺 或者擔心 就是會有時出現這些擔心的 那我就學到一件事 就是既然我聖經給神 給我這些教導 那我就不斷提自己 就是我發覺這件事很有幫助 就是我一親近神 神就很喜歡 我一悔改神就很喜歡 神一定喜悅 一定祝福 我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 我一侍奉神 神就歡喜 就像一杯涼水 神都會永遠紀念和賞賜 那神就是很喜悅我們所做任何的事 我們真心愛祂 祂就為我們以為 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所以我就會提自己 那每次呢 我就一祈禱 我就說神現在很歡喜 那這個不是驕傲的事 我捉住神的應許 這個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捉實神的應許 我相信神應許的必定是真的 但是不是驕傲 就是我現在一個人 我不去比較 我只是說任何一個人都感激神 愛神呢 神是歡喜到不得了 神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人的心態去想 因為聖經說 整個天堂都為一個罪人悔改而開心 那我們可以想像呢 那種開心有多大 我們可以想像神在那裡 笑到很開心 就是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譬如有時候 一個兒子不聽話 媽媽、爸爸很擔心 但是有一天 兒子忽然間 他很悔改 他跟爸爸媽媽說 對不起啊 你以往對我做的事 我不懂得多謝你 我真是很知錯 我今天我知錯 我真是知道 你們對我好好的 我相信那個爸爸媽媽 是忍不住他裡面的笑 就是他的面容 會很明顯改變 那我可以想像來 無論耶穌是大笑 還是小笑 還是忍著笑 我不知道他怎樣形容 總之他是會從心笑出來 我們當我們有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相信 就是每天提自己 我是每天都提自己的 因為我發覺人的罪性 我們總是會擔心 和懷疑神的應許 所以我就會每天提自己 耶穌現在很歡喜了 我每一次親印神 我說耶穌現在很歡喜了 令到我自己很深信 我們親印神並不是徒然的 必然神歡喜的 這個是 那這個慢慢 逐漸逐漸 我們那個裡面的內心就會 釋放 就是譬如以前 其實我有一種懼怕 因為人對我的批評 就算那個人已經不是跟我一起 我還會擔心的 但是呢 我現在一直釋放釋放 就是說不用的 其實都沒事的 不過我自己嚇自己 自己害怕的而已 那我一直這樣說 其實現在神是很歡喜的 神很開心我在做的事 那我就 越來越進入這個喜樂的狀況 以前的懼怕已經遠離我了 那很感謝神 那這個第一個回應 那第二個回應呢 就是講到不能夠專注 專注這件事要學習的 要操練的 就是我們看到 神真的很多恩典 那我們就感激神 而我們感激神的時候 可能就 未學到專注的 那其其一套又走去其他地方 那我就會鼓勵 立刻拉回自己回頭 立刻就說 啊 神現在很歡喜了 我去感謝神 神又歡喜了 這樣去拉回自己 可能 有些人可能一次祈禱 可能要做幾十次 一百次都不要緊 總之一分心就回頭 那這個就是在祈禱的時候 分心的處理方法 那但是你所說的 就可能照顧子女 照顧家庭的問題 那而分心 那這個也可以學習 就是在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 每次想著耶穌 譬如我 做家裡的事的時候 我在這裡做的時候 是我 能夠更多時間 讚美神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用用腦去想那些事情 我洗碗的時候 我吸塵的時候 我清潔的時候 我是不用用腦去特別做那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做的時候 一直 謝謝耶穌 耶穌真好 感謝耶穌 那我們就珍惜那些時間 那如果我們發現 有擔心 譬如有子女會擔心 那些子女有沒有聽話 有子女有沒有不好的地方 有沒有健康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去回耶穌那裡 耶穌你知道 你照顧他們的 就是他們有病 耶穌都知道的 小朋友都是 神會知道 雖然我們需要照顧他們 但是呢 神不會說 有一天 那個小朋友 神沒有照顧 以至呢 他生命不能夠發揮 譬如他很愛主的 不過他因為耶穌沒有照顧 所以不能夠發揮 神都會照顧他們 當然我們是應該盡我們的責任的 但是我們不用好像 有時候父母會很害怕 糟了糟了 我做得不夠 我翌日子女就會很慘很慘 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 我們只是盡力去幫助 可以做的就做 我們相信神同樣很緊張他的 尤其當他愛耶穌 神很緊張他 所以神不會不理他的事 神會看重他的事 好像我自己 我其中講一個經歷 就是我未曾信耶穌的時候 我大約那時候是 小學五六年級左右 那時候我住在宿舍那裡 晚上經過垃圾桶走 但是垃圾桶是沒有 就是有一個公共的垃圾桶 一座樓有一座的宿舍 很多很多戶口 很多個戶口的 一個地方放垃圾桶 那裡又沒有了燈 燈燈燒了 那我走過的時候 我又穿著拖鞋走 那我一走過的時候 一踩踩踩到一樣東西 跟著聽到咳一聲 跟著他的腳趾發覺 被一些東西咬 跟著我摸一摸是有血 那我知道那隻是老鼠來的 但是那時候我根本不懂得 沒有告訴家人聽 沒有 不知道是可以有鼠疫 或者任何的細菌感染 我一點都不知道 一點的事情都沒有做 回家就血停了 那就算了 那神也都保守我 是沒事的 那這些東西可以是真的 可以可大可小的 就是入到什麼細菌 就是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的兒子被老鼠咬 你當然會很緊張 馬上送他去醫院 馬上檢查一下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時來說 我完全沒有做任 這些事情 但是神是保守我的 就是當我小時候 神已經保守我 也都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次 差不多剪刀插到我的眼 如果插到我的眼 我以後生命都很不同 那這些都是神 當我們還沒認識祂的時候 已經保守我們 那所以我們就學習 放手 相信神 照顧我們的子女 都是很用心的 還有我們都教子女 去信靠神 我們就不用每天 擔著那個擔子了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啊 有回答到 OK 好 感謝主 好了 還有沒有人想問 關於我們今天所講過的主題 OK 沒有 那我們就 牧師有 我想問 譬如我和一些 未信的人 他可能是拜友像的人 就是朋友來的 那他有一次呢 就說 嗯 基屋教呢 有說我們去罪人 然後他就說 神經病 哪有犯罪呢 他就這樣 那當時呢 因為我是初信 那我又不太懂得怎麼回答他 那如果 我將來又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爆漲的 他覺得我們不是一個罪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回答呢 我就說 那個犯罪呢 那個罪不是 不是犯法那種 而是呢 是說我們的 就是包含我們的 心思意念 例如是 妒忌人 生氣人 是很憤怒 很生氣很生氣啊 這些 我可不可以這樣解釋 還是有些更加好的解釋 可以的可以的 那我會這樣說 任何一件事 我們想說得近身呢 越說得personal 越好 但不是說他的personal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說的 有沒有人試過激傷你呢 你有沒有覺得很生氣 你覺得那個人很壞啊 你想一下 周圍的人 有沒有誰真的對你 全部都是愛 全部都是好的 還是你發覺那些人呢 個個呢 雖然有好 都是一樣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會激傷我們的 那我們會發覺周圍的人 其實個個都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罪 他會激傷人 他會令到人失望 令到人不開心 那如果我們發覺 我們周圍個個人都有這些問題 那難道我們自己沒有嗎 這樣我們可以說了 我們有沒有激傷我們的父母呢 有沒有激傷我們的配偶呢 我們有沒有無理取鬧呢 那就是我們用這些例子 就是說人也會有 我們可以舉一些 就是人都會容易犯的罪 就是有時候有些 心裡面會很生氣一個人 看小某些人 看小某些人 譬如中國人會有一個傾向的 在香港看到外籍的人 那些摩羅叉 那些印度人 那些南亞裔的人 那些南亞裔的人 有時候有些 是會覺得他們不同 就會覺得很難信任他們 甚至很簡單 就算說鄉下話的中國人 都會 中國人都會歧視他們 就是會覺得和他們格格不入 有些看小他們 那些都是人心中會有的 不同的罪 那當然我們可以 看看那個人的情況 去講出這些不同的 和他有關的罪 那些都可以用我們自己開始的 你說我自己發覺我自己 會有時候生氣人 會貪心 我想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都試過偷東西 偷東西吃 或者有機會偷一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都會試過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們會有這個貪心 會 會特意去擊人 特意不聽父母的話 雖然父母對我們很好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不懂得感恩 這些我們都可以先講我們 我們就說 我們人的聖結 我們人的公義是有限度的 但是神的聖結是高度的 在天堂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罪 完全沒有污衛的 所以神也都不能夠容忍任何的罪 所以任何的罪都需要有贖罪 一定要付出代價 正如犯了法律都會一定有懲罰 當然法律就不會罰普通的說謊 生氣人那些他不會罰 但是在神來說 神是會審查我們每一樣內心 還有言語行為 還有行為上的 就是我們的幾樣的性情上的問題 思想上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言語的問題 行為的問題 全部都會審查 如果我們把我們一生的電影拍出來給人看 我們怎樣和人鬥氣 你夠不夠膽把這套電影播出來給人看呢 我們人都有這些罪 看個人的情況 我們說多少 明白 謝謝老師 謝謝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我們就到此為止 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在群組發出 祝福大家 我希望大家最重要學到 這三次我都特別講到這個恩典的時候 如何推動自己推動人 因為這個是聖經很強調的一個教導 但是很多人也不太入心 而羅馬書八章是我很喜歡的一張聖經 是講了很多神的恩典 當然也有其他地方 好像詩篇103篇 講了神很多的恩典 詩篇139篇 都是講了很多神的恩典 詩篇23篇 這些都是裝滿很多恩典的經文 當我們去時時活在這種愛中 我們自然的人就會輕鬆開心 如果我們發覺我們的心裏 很多猛疹怒吵激氣 我們是需要處理 讓我們活得喜樂平安 所以我們就一個目標 就是我天天開心 但又不是一種壓力 我要開心 我要開心 今天必須壓力 而是說 神這麼好 我真的可以開心 神看著我笑 我真的可以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活得開心 了事情 我知道 igung 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